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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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教育署說黃瑩蓮超齡 沒辦法幫他找學校 小時候的更容易辦 我跟他現在說大 我超了六年 真是很難走 你不讓我找一間 你找一間 沒有目的讓我找 我找到很多教育署 最多給我一些資料來 哪個學校 哪個學校 就給我一些資料來 實際上幫不上 政府去年設立中央入學配位小組 確保十五歲以下的新移民 個個有書讀 至於十五歲以上的教育署表示 政府沒有責任幫他們安排學位 這個介紹你認識 這個是黃瑩蓮 還有一個蓮子 是尹超蓮 社公司麗珊 專門協助大陸移民適應新生活 他說一個月平均有十幾宗 新移民的青少年求助 多數跟找學校有關 他會去找學校 找得很勤力 但是他找得很勤力 不等於學校肯收他 其實我剛才說的 有些是校方很歧視新移民 明明他有位他也不收你 只是因為你新移民 除非你真是聰明 所有獎品都放在滿桌上 他通常都不讓我進入學校的兩年 已經被人趕走 如果你是十五歲以上 目前來說 收不收你 因為他的主動權在學校 我們也挺難強迫學校去收你 我親自去到你分次的教育 為甚麼你逼我抱自己 你起碼這個父子的人 跟我說解釋 怎樣也幫不到我 為甚麼你不能勤力 收十五歲以上 這些學生呢 拳力在你們那裡 十五歲以上 已經是脫離了香港的 受免費教育 一定要受資助教育 那個範圍 就算是一個香港本地學生 他已經沒有權 如果我們說他幫人 原來是一個社會 幫他進入一個社會 我想很重要是 令他如何快些 去讓別人接受 如果是超過十五歲 而他又一定是 不肯讀下這班 這裏本身是一個很大的困難 至於另外那裏 你說提到我們英文 為甚麼一定要讀下這班 如果他們成績得 為甚麼不讓他們讀 我們不是面對著 一兩個 我們是面對著幾萬 數以萬計的小孩子 為甚麼我們不可以 靈活一點 彈性一點 有幾萬人都不能讀 我們改一個政策 政策是死的 從鄉下到來 沒有書讀 沒有工作 移民生活 百無遼賴 魏王十五歲 在大陸讀到中二 兩年前從福建下來 找不到中學收拒 他由於身材高大 又怕尷尬 不肯讀小學 結果沒有書讀 混混惡惡 足足兩年 小學又不想和小孩子 一起讀 如果要讀書 那邊已經開玩笑 就回家 不讀 最初還沒下禮 那時候 一個一個去到那裡 都可以賺到很多錢 那時候 等著 下禮 可以過好些生活 下禮 什麼都變 下禮 房間很小 我們那裡 一間房 起碼要有四五間公大 一日到去 什麼都 身中的印象 都破壞了 口心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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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跟自己懶的都不同 不同了 一時間都不知道 怎樣 好像傻了 很懶 魏王一家四口住的地方 只得幾十平方尺 房租千多元 緊緊擺得下一張樓架床 同屋八夥人住 廚房、廁所 八夥人共用 雙方 初時 那時候 沒有那麼快 希望 覺得 不像 大陸的船市 大陸的船市 跟鄉下 都差很多 香港也不同 兩個不同的地方 我心中 那種船市 是怎樣的 是怎樣的 很完美 就是沒有不靚的東西 全部的東西都是靚的 是一些人回去 是說香港怎樣怎樣 這樣做成的 他們都不說自己在那邊 很辛苦 很辛苦 只是說那邊好的地方 說的地方都不說 誰知道 那時候 眼睛很好 那你覺得你自己 將來的前途怎樣 不知道 對 將來的來說 沒有什麼期望 我她一生 Jahinko 平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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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男方 為了這個英文是懂得什麼 我喜歡這種英文 而是一個和二次 我自己 fabrication的 不用太久麥撫我要走 我現在不等我 那你教訓 porn Ellis 你自己慢慢來 黃毅年問了三十幾間學校 終於有一間私立邁偉中學 肯讓他嘗試報考 最初給一份中三程度的英文卷他考 他不會做 唯有降一級 考他中二程度 法院 校長 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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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考完 考完嗎? 考完嗎? 懂嗎? 有信心? 如果真的找不到學校的 你沒有學校的, 我會帶你去學校 為甚麼? 唯有你, 你不要回學校 為甚麼? 我在這裡沒有學校的學校 你叫做甚麼? 你香港政府要不要做甚麼? 我們看到其實一大堆都是這%的青年 如果他們真的沒有學校的學校 真的沒有好的訓練給他們 沒有好的條件給他們 他在這裡做甚麼? 社會沒有甚麼工作 沒有甚麼職業訓練 沒有甚麼好的途徑讓他們去學習 有些可能是遊手學院 有些青年問題可能會產生 陳太日娥夜娥 陳太日娥夜娥 她老公 她老公 買一件皮草給她 買一件皮草給她 黎曉昇, 18歲 又是因為超齡進不到學校 她從福建下來五個月 在大陸讀到三年中專會計課程 本來想著讀多兩年才移民香港 想不到新政策下 申請半年就批准 令到她失敗預算 想不到她這麼快 想不到她這麼快 難道是等兩三幾年 大陸讀完 就算這些時間批准來香港 也沒甚麼問題 多可這些三年大陸的會計 可能在九七之後 她可能跟香港差不多 她的做法改正 黎曉昇 因為英文程度差 沒有學校肯收她 找工作 又找不到讀過的專科 一度沒了心機 當然是有點失望 因為現在學了三年多 也沒甚麼用 來到香港也沒甚麼用 因為現在我這個年齡 威王沒讀書 父母要上班 沒有時間陪他 無所事事 唯有機程打機消磨時間 就像這輩子的機器一樣 他永遠都是我的朋友 不會彈低他 不開心的時候就打機 家附近這個公園 是魏王經常流連的地方 他在這裡找到歸屬感 站在這棟屋就像 站在以前鄉下的那棟屋 原廠那棟屋 只是那棟屋雖然沒有我的聲音 不過如果忘記了身邊的環境的話 那棟屋的聲音 好像那些東西還在我身邊 實際上我雖然居民身份親自來這邊 不過始終那邊都是我出生十多年的地方 所以都是覺得那邊才是自己的家 那這邊只不過是做客人 一個客人的身份來這裡 我兩人開心不開心 都是看自己的 看自己對這個地方的啟發 如果要看開一點 就會覺得這個地方會好一點 就是更好自己的 早上請問你們是否請人 辦公室住來 與其坐以待斃 不如從頭開始 黎曉星終於打破心理障礙 錢不是從天上跌下來嘛 是要自己去找的嘛 要自己去做事 自有錢的嘛 現在找的工作就是鍛鍊自己 適應了香港的生活 環境 以後找工作都容易一點 以後可不可以拖離現在的生活環境 以後的事情都很難說了 但是如果現在不是找一點小小的工作嘛 而是高一點的工作都很難找的嘛 如果找不到的話 當然要先找一份工作 坐下坐住先 以後慢慢的情侯找馬 這些都容易一點嘛 就是更適合香港這個環境的嘛 你已經連錯一點了 考出來呢 就比我們要求低一點 這樣就不是很合乎理想的 其實就 先生 你剛才跟我說考 我很多學過 學過 你以後不就還會回頭 回頭就會懂 會懂的 如果我收你 你應該怎樣 你會不會勤力一點 追回分 會不會有好一點表現 如果是這樣, 你就要努力了 有問題嗎? 那請跟我來 好, 好 這間賣位師校 這個學期從開學到現在 先後收了四十幾個新移民 算是中學當中少有的 黃瑩蓮英文試卷不合格 學校仍然肯收他 據梁校長解釋, 是因為體諒新移民的警方 他們一般是受教 而且就說, 他就很慘 如果他上邊讀完初中 他下來也要一段時間 如果立即出來工作, 可能未必能夠適應 我覺得最理想的就是 盡可能可以安排給他們讀 但因為我們現在的制度就到了十五歲 我自己還有的立場是說 如果我們有位 我們也會盡量收到他們 但如果我覺得沒有位的時候 我們也沒有辦法 一刻是否開心 不開心 我覺得已經很開心 真的找學校位所探討人 現在我們也很害羞 很高興, 有點成功 好, 多謝你們, 多謝你們 多謝你們, 多謝你們 我給我機會 多謝你, 多謝你 多謝你, 多謝你 多謝你 我看馬虎朗很多嘛 我馬上說不用什麼我就怕掉了 這個山洞,讓它在中間 這個山洞,讓它在中間 下一個是甚麼? 一號碼 四號碼 五號碼 五號碼 同學之間亦相處融合 自己呀,開心呀 覺得好像平時在鄉下 大陸都是在做私人,有朋友呀 他好像異詩這樣說 等一會兒他們在電話那裡做對話 一有不明白 黃瑩蓮就會問班長 班長是香港人 一向肯照顧新移民 大家自己都是人 大陸都是人 那是很歧視 歧視就沒用了 就讓人家傷心,好嗎?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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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瑩蓮會的星期有兩天 會留在學校補習英文 回到家裡 一天也至少用三至四個小時惡補 現在好像各方面都解決了 都沒甚麼障礙 你現在可以自己很用心地去讀書 現在要靠自己,一定要有信心 黃瑩蓮,可以我幫你嗎? 是的 可以我幫你拿韓包包 和一杯茶 黎曉星一個星期要用五萬學英文 將勤勤 標準 由家 irm法充滿 學校演員 從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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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 從這裡 在這裏 mesen 不可 沉濡 所以 有些人 但是 我來都來都來都 不能放棄 失望 可能生命也有,但也需要繼續生活下去 以後會覺得香港比大陸好 還有自己的能力考慮一個好的成績 至於明不明後,這些好像不是我的選擇 我想明後是我的目標 最主要是時間,時間過了自己習慣了 都不會在乎那麼多 反正最重要是自己開心 作人何必在乎那麼多 外展社工發現 越來越多由大陸移民來香港的青少年 需要社工協助 反映出,新移民五入歧途成為邊緣少年的情況 又惡化趨勢 政府去年開始將成人教育服務對象 由原來的18歲降低到15歲 但是這樣,仍然未能就解決 新移民青少年問題對症下躍 因為社會不接納他 他的心態很被動 亦可能覺得被排擠 對社會有很多負面的想法 如果我們真的可以把這些有潛質的人才去培訓 或把他們的潛質發掘出來 其實不但對本人來說 其實對整個社會來說 整個發展 我覺得也是一個好玩 我們就算是一個好玩 然後就算是一個好玩 我們因為有我們的機場 所以這張專家 我們要去吃人 我去跟其他人 不同郊便 我們去參考 我們絕對第一次的 我們分享一下當時找到學校有多難 基本上他們是打很多電話也好 親身到他也好 留很多電話 幾十間都是不收 有些真的是 我們見他真的坐在家裡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問題反映給政府 說你這樣不行 你讀不到書 其實對小孩是最大的問題 對社會也是一個問題 其實現在社會上有很多聲音 就說新移民拿走了我們很多社會資源 教育是其中一個 張樹強你怎樣看這種說法 其實如果用這一集去說 首先留意這種說新移民來香港拿走資源 在這一集出街的時候 這種說法是未在社會流行的 即是那種中港矛盾 特別是在1997年回歸後 發生第一次比較大的中港的張力 居港權事件 其實都未發生 所以看這集的時候 你會發現裡面的調子是對於 那些新移民那種相對有一個同情的口吻 施麗珊你在這部影片裡也提到的 最後我們應該試這些新移民做一個人才 讓他在香港發揮 這個說法我會覺得是有道理的 但這種說法社會是否接受呢 似乎在七十年代已經有暗湧了 不過說到這一集還有一點我很想提及的 就是他的名稱 在眾新土壤 我不知道你們兩位 知不知道這句說話是哪裡來的呢 我其實是試著你們有幾大年紀 不知道啊 那要你解釋一下 千萬不要答諸 其實就是應該來自黃瞻的一首詞 那首詞就是來自一部電視劇 這首歌的名叫《抉擇》 其實為什麼我特別想提一提 這個系列的名稱呢 你如果真是留意他的歌詞 就是講戰後第一代新移民 來香港那種 經歷過豁出去 這一種的生歷體驗之後 一憑如洗 決然一生之後 那種 沒有東西再輸 那種的豪情壯志 所以其實他的歌詞會有什麼 闖一番新世界啊 挺身發奮徒強啊 接著那句就來了 要將我根和苗 再眾生土壤 就是這樣 他的土壤是指香港殖民地 其實是講一種離散華人的心情 這一集紀錄片裏面 那三個的受訪人物 那種的感覺真是很唏噓 因為就說 他們不單止沒有了那種 第一代新移民那種豪情壯志 來到之後落魄失誼 那就是你可以看到 香港人對新移民的看法的變化 新移民自己在香港處境的變化 你剛剛提到片集中的主人翁 我很好奇的 詩麗珊 這麼多年了 他們每個都長大了 知不知道他們之後的發展是怎樣的 其實有些未必會有繼續聯絡的 但我們有聯絡的申請 其實都 基本上都發展都可以的 你當然不會說成為什麼名人 什麼好成功人士 但他們有做老師 也有做社工 有些要去從商 但我覺得他們有一種比較純樸的味道 就是他們不會說一定要追求什麼功名 但他們就真的做一個好人 做好自己的責任 我覺得這是比較欣慰 而且他們會有的人情味 就是比我們以前的幫過 他們會回來的會幫忙 這是我比較欣賞的 這一節我們看了幾個 由內地來的青少年的故事 下一節回來 我們會看看幾個新移民婦女的經歷 我們要去香港社區上新營業會 以前你説只要是老公打一份工 可以養成家 女人可以什麼都不用想都行 但你來到香港這裡不可以 女人也要去做事 那外面每個人都是這樣做 香港女性很獨立 她自己有事做 根本就不需要靠誰 她自己都可以獨立 所以我覺得香港女性的對話真的很高 香港對女性的期望都很高 你經常說什麼叫完美的女性 就是你又漂亮又聰明 聰明是工作做得很好 讀書也讀得很好 你又做得很聰明 很成功 然後嫁給一個很好的老公 老公你又跟他搞得很好 你兩個兒子 生了一個兒子 然後搞得整個塌塌店 你又可以照上班做你的女強人 這樣叫做完美女人 你還給人家 你都沒義態 你還不像這樣 那樣像像我一樣 你會去移民 師黎山 十歲的父母 由福建來香港團聚 住完大學之後做社工 服務對象是新來港人士 最近幾年 她特別為新來港的婦女開班 教化妝、談吐以致法律常識 幫她們建立自信,融入香港社會 你怎麼不發現 作為一個新移民的話 你覺得哪些行為、哪些動作 令你覺得這個人跟新移民一樣 很失禮我,有沒有? 這是什麼事? 我最看不出來的眼睛 就是人們經常動高腳 然後那雙鞋子就脫掉了 就在那裡摸腳趾 我很喜歡蹲下來的 很累的,有蹲下來的 根據政府資料 過去七年 大約有36萬內地人來到香港定居 25萬人是女性,大概七成二分 是,就是… T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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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麼大個女兒都沒有畫過這麼漂亮的妝 第一次畫得這麼漂亮,真的很開心 第二天我自己都會學一下試一下 都會畫一下妝、出雞 不行的,有肚子走出來了嗎? 我最想是學習說話的技巧 怎樣這樣有禮貌 現在化妝,我今晚學了 自己很多東西都不懂 真是想學很多東西 好像我們英文又不懂 電話又不懂 我現在都很想學 一個人的外表 是很反映他一個人的內心世界 有些會覺得 新移民是老套一點 是差一點 所以他們會是自我形象很低的 但其實你可以去轉變 我希望給他一個機會 他看到自己其實是可以轉變的 而且他這種要求 不是向別人交代 其實是一種尊重自己的表現 黃蘭英,前年帶著女兒從湖南來到香港 一心想著跟丈夫團聚 誰知道,來到才發現丈夫有第三者 他唯有跟女兒搬出去,被逼離婚 徹底粉碎他做幸福女人的美夢 始終基礎粉碎很好 是否有一個小孩 有一個幸福的男孩 沒有能做成這樣 沒有能 ait 沒有能和他爸爸這樣抵制 真的沒有能成這樣 那時候都是覺得自己覺得好沒用 做不到一個好女孩 生了這個女孩自己照顧不到那麼久 那時候真是很危險 好像很多時候都不知道 為什麼會覺得這樣的樣子 要不要這麼老實 那件適合我吧 你而已 看吧 李美愛七年前持單程證來講 和家人團聚 她擔心在街上被人指指點點 說她是內地 所以無論穿衣服還是外出 她都小心翼翼 出門口就算回到市場 都會留意身邊的東西 儘量做到不會說 說假的那些被人罵 你猜她在大陸買東西 大陸婆婆彈熱又不買 有時在人家的店裡說 我在大陸買多便宜 人家當然說你回大陸買 其實我想自己給三支下去 因為不會浪費 浪費不會把球鞋放出來 那就已經 就要做那件事 被人看到輸了一點 不要輸了一點 其實我想自己長頭髮好看 就介紹給女兒 媽媽昨天晚上漂亮一點 各位街坊 各位路過朋友 我們是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李美愛見到香港很多女人 無論在經濟和思想上都很獨立 七年來她不斷模仿學習 覺得自己比起以前在內地 有很大改變 現在暫時來說 逛街讓人看 就不會被人說 起碼 一步步來 你不要急從中學多很多東西 適應新環境 那些逐漸對自己的要求 會多了一點 我們的立場 站得硬 你有甚麼辦法 看見的是同工不同巢 人家本地那個做的 那時是六千元 最後請了我的同學 得五千元 爭一千元 都是同一個工種 同一個時間 當時這樣看 或者她認識多些東西 但現在想想 大家都是那份工 都覺得這個是不公平 最近李美愛成為 新移民互助會主席 來了七年 她覺得自己可以 跟很多香港女性看齊 面對不公平 她會盡力爭取 金秀社工長 得獎者是 施麗珊小姐 施麗珊十歲同家人來到香港 和外公團聚 一家住在板間房 滿口香音經常被人笑 不過面對逆境 反而激發她 努力做一個現代女性 尤其是現在社會 很多分化 人家少看你 或者你跟別人融入不到 你跟不到別人的程度 見到別人這麼聰明 別人什麼都行 你要增進自己 才能跟別人交往到 我成長這麼久 如果我不努力 就得不到些東西 不喜歡放假 我肯拼命 都能見到成果 努力不是白費 曾經是新移民的施麗珊 她的工作態度 還得到很多新來港婦女的認同 希望她們可以看到 自己可以 還可以發揮自己 我想很多婦女 都會看你做夢幻 她這麼高 我讓你看 這是寶貝 這個是你的心血 是誰的 社會給你的名義 還有一張獎狀 下次就看到你的結婚症 我就封信了 如果再一步 有個衛生 男也好 女也好 我才不會這麼孤單 我們那個地方 女性 還好 女性 現在年紀 還好 還好 不管怎樣 到時候 結婚 結婚 就完美 結婚 而且我 我跟她說 我想做些 做些一間 一生一世 不是的 香港的女生 很多 都會在牢 不是她特別在牢 但她的事業生特別重 好 是 師姑娘 是 師姑娘 是 師姑娘 師姑娘 是典型的女性 很獨立 很能幹 也有自信 工作時間 是付出很多 很多私人時間 都擺出來 我想她連拍拖時間 都拿回上班 所以要追 師姑娘 也挺難 我會感覺到 那些人是 怎麼想 怎麼看 有些就技 總之 都是對你 覺得你這些女人 都是麻煩的女人 都是 難搞 或者 不是那些 溫溫順順的人 想做一個怎樣的女人 我沒有想過 我怎麼會做一個怎樣的女人 我只想過 我怎麼會做一個怎樣的人 希望是一個 人們覺得我是真誠 是一個上進 是一個 都肯付出 1996年開始 每日150個單程淨配額中 有30個分配給香港居民 在內地的配偶 過去七年 大約有17萬已婚婦女 來到香港定居 她們大部分有中學程度 四成有工作 謝謝… 黑婦內奴是嗎 即是在大樓 我做得好 有新來港婦女 去志願機構上課 希望在這個新南境 學習做一個新女性 有啦 想學多些東西 可以融入香港社會 上次開那些精英班 說剪了飯 沒有炸鞭位好看些 不就回家剪了它 現在有人提醒一下 當然要照著去做 將來大家訓練 如果做精英訓練 學了東西之後 當然要教別人 幫助別人 社工師黎珊 自己也是十歲 才來到香港 她很樂意幫助其他新來港的女性 可以洗水洗的 看到他們真的有 有聽到入心 有學習 而且她看到即時的改變 學習的動力都會大 快點啊 快點冷就要吃到 媽媽吃不下 我吃吧 爸爸先吃一頓 你自己看看阿哥 我們吃中了 啊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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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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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蘭英申請離婚 決定自力更生 不靠中文生活 最近她找到一份雜工 加上去了新移民婦女精英班 她整個人變得比較開放 再加8個g分咦草 一百七十二 一百七十二 八個薑薰衣草 她以前初來的時候不太說話 現在開始敢說多些 專門問她怎麼做 或者做一做她會覺得 她知道哪個方法好些 她自己也會說這樣會不會好些 有時候她的方法也一定會用 黃蘭英以前相信 女人只要嫁得好就有保障 現在她覺得 女人賺到錢有本事才是最重要 李美愛七年前來到香港 同樣的事才是最重要的 有時候你也不需要 要求也是很困難的 我就覺得會這樣 我的要求很低 我覺得生活過得可以抄著這個 自己有品質 自己沒有靠自己 要寫甚麼 李美愛七年前來到香港 在香港和家人團聚 上個月她轉了做全職 像香港大部分打工仔一樣 每天上班下班 公余的時間 還幫新移民婦女爭取權益 少了時間在家裡 丈夫又易見 如果她在那裡 她不去外面 我會睡覺的 就被她做 被迫著她做 她去外面就被迫著我做 你喜歡不喜歡 你喜歡不喜歡 要生存就要喜歡的 只是丈夫打工 可以養得頭家 女人可以甚麼都不用想 但你來到這裡不行 養成這個問題 女人都要去做事 那外面每個人都是這樣做 我昨天叫我師傅 王先生 多謝你 謝謝 平時也有做 平時也有做 這就是社會的菜 都是窮之過才不做 要買就趕快去做 沒所謂 她說甚麼都可以 這些自由社會 可以不喜歡 可以出去吃 那我自己給自己 我給錢 第一句問財爺 你覺得媽媽越來越聰明 懂得多關於女人權益的東西 對 而且我覺得開通了 不會那麼管制那些東西 就是一個去街 就進去 放肆 開通了 懂得想了吧 甚麼東西令媽媽有這個改變 我自己試車到 一行直線 或者一個框框 她自己都很開心 哎呀 車到了 我看到她這樣 我都覺得 都是很開心 她是不斷地向 她有推過自己向前面 其實我覺得很好的 拿這些就可以了 看不好 黃蘭英經歷婚姻失敗 她很羨慕嘗試 一個家庭幸福 事業又有成的香港女性 我嫁給女工也很好 自己也很貼心 很厲害 在公司要打你 一對嘴裡好聽 說很靚仔 我覺得很貼心 真的很成功 真的很幸福 事業成功的女性 她要付出很多 你要顧著上班的話 你家裡的時間就會減少了 我又覺得 現在這個社會 女性一定要上班 如果不上班的話 你經常困在家裡 只要照顧小朋友 打來家裡 那人會和這個社會 會好像斷了一層 郭凱兒博士 是詩麗珊打學時代的老師 也是她其中一個欣賞的香港女性 多年來 兩個人亦師亦友 詩麗珊一直以她做自己的榜樣 因為我自己獨身的 我對婚姻的看法都挺特別的 我不是覺得每一個人都適宜結婚 因為我自己都知道自己不適宜結婚的 因為你選擇了某一種工作的時候 你是會搞到家散人亡的 如果不斷做 即是拼離子散 生一個一個 自己整天到處去示威 那怎可以呢 我想人生的選擇是有 你自己知道自己玩什麼遊戲的 你要得到那種 我經常都跟阿施麗珊說 這個不是跟婚姻有關 跟其他有關 我說如果你要拿那種獎品 你就要玩那種遊戲 如果你不玩那種遊戲 又要拿那種獎品 那你就自己很辛苦 那你自己想清楚 是啊 我也覺得 現代社會太弱流強 詩麗珊為了工作需要 雖然家裡反對 但是她堅持繼續進修 去年她在香港大學法律系 讀完碩士 還考慮再讀下去 要不然你很難進步 而且別人在走 你又停在那裡 很容易被人淘汰 我爸爸不想我讀博士 但是他有他說 我有我做 我最重要是衡量我自己的需要 還有那個能力 我覺得是 我想去少點工作 減少點工作 多點享受她的私人生活 對 很討厭 對 她實在太少時間 可以給我們陪她 所以 都是剛才的願望 希望她可以 多點 多點 付私人時間出來 不要整天星期 多點工作 其實我們三個之中 才是最好的女人 是最好的媽媽也好 太太也好 我們希望她可以發揮她的所長 我可以找到一個 找到一個 好歸宿 不要客人我同意 哈哈哈哈 不然香港留意在福建會怎樣 可能會很早嫁人 我覺得會在大陸的環境 那個思想 嫁禄之下 可能沒有現在這麼獨立的思想 初初煩得上來 開心時也會想著 我當時在大陸很自在 不用工作 一天都買上去煮飯 不知道多開心 又要走街頭 回想起來 都是背血算話而已 那小孩子來了 你也想夫妻團聚 做實際的事 不會想後悔的事 這兩人是最慘 也是最窮的事 是否現在 捱了一刻 都捱了過來 我自己現在找一份工作 就好像現在 我拿到歐宿 幾天想做 我就覺得很開心 這三個 由內地分別在不同時間 來到香港的女性 不約而同 沒有後悔留在這裡落地生根 重頭再來 做個新的女人 芝麗珊 我們剛剛一起看過的 這個紀錄片 就叫做做個新女人 你覺得作為一個女性的新移民 是否一定要改變自己 才可以融入社會 我想 去一個新的社會 你要學新的事物 是否一定要改變自己 但你要學習新的事物 這是很重要的 譬如你當年有甚麼新的東西要學 我當年 其實我來到那時 其實又不懂廣東話 又不懂英文 對香港的事物 亦都不太熟悉 我記得那時 我來那時暑假 整個暑假就在那裡看電視 不是娛樂 我其實是學廣東話 然後回學後 就要學英文 各樣都有投例 還有在這個學校裏面 其實老師會說很多 香港的社會事情 還有在中學 就知道有通識 我就會對香港 會更加認識 以及對社會 世界觀 例如民主 人權 一些自由 一些概念 如何去關閉社會 甚至老師會跟我們做義工 會開始重新有一個 對香港有一個認識 但當時面對這麼多 環境上的轉變 你如何去適應 或者如何找到自己的方向 我想其實父母 一早來香港之前 他已經跟我說了 你來香港就要讀好書 所以要讀到大學 所以就會知道自己有一個 重要的責任 就是要讀好書 他的家也需要你去幫助 各樣東西 所以比而我們 去到初中的時候 都會做處理工 或者拿些手工 其實應該可能在 小學高年班的時候 頭兩年已經開始拿手工回家做 知道家裡是困難 知道來香港 都要自己去努力 有些這樣的方向性 另一方面 就是我學校 我也覺得自己行運 學校的老師是很好的 他們會告訴你 你可以怎樣去走這條路 而且他們會很關懷 所以我經常覺得 我很幸運 經常遇到好人 我周圍都覺得 你覺得人都是好人的時候 你就很容易走的路 就會比較正向 其實為何會選擇 做社工這個工作 會否有使命感在當中 我自己覺得是有意義 你看到有些人改變 由他自己覺得自己沒有那麼能力 到了有那麼的能力 而且他也會肯去幫人 亦都有一些真的很困難 人生有很多不如意的事 其實他怎樣在最困難的時候 你去幫他 和他同行 令他找到人生的希望 我覺得是很重要的 施藝先生 其實作為女性新移民來說 你覺得融入社會有甚麼要改變 會的 其實有很多新移民婦女 有些他們會比較傳統的 覺得她的角色就是照顧孩子 照顧家人 其實這是好的 他們很顧家 但他另一方面 怎樣跟進社會的步伐 怎樣認識的社會多些 其實是要重新來認識 還有要知道自己的角色 不一定只是照顧者 他可以是一個自己有女性的發展 他自己可以事業的發展 他亦都可以參與更加的社會事務 我們很多婦女 其實他們是很肯幫人的 所以當我們和他們接觸 和我們說了他們的這些情況之後 他們都會很願意 除了照顧家庭之外 他們都會走出來的社會 去幫助其他人 去參與一些 爭取一些可能是人權 民主的工作 我們都看到他們很多的改變 中港兩地人民交往多年 有合作無間也有分歧 下一集我們會重溫鏗槍襲的記錄 Restin